这是小程,他是个哑巴,他不用说一句话就拿跌了丈夫娘一家 这天小美把自己的男朋友带给老爹老妈认识 老爹看小程一眼就很难切 这家伙的长相与妻子与自己的女儿完全不符 直接开始发难 你是哪里毕业 没想到小程毕业于顶级名牌大学爱丽丝顿商学院 并获得了如假包混的博士学位 老爹多少有点懵了 好小子莫非是哪个名门贵族 接着老妈提问 你住哪里啊 小程一不小心拿出一落房产证 这是北京的,这是上海的,这是广州的 还有很多不方便携带 小程老爹想接着问问题 小程直接先出了手 拿出了鱼马爸爸的合影 小程虽然是个哑巴 但实力还是相当不错 接着小程不小心掏出了车钥匙 吓老爹一跳 随后又一不小心掏出了五张金卡 当然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老爹老妈并不看重 只要是自己女儿喜欢的人 老爹老妈都无条件支持 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我不得不感叹一句 有超能力的人,真的好帅 这是小程